1983年4月26日上午 位于台北市中校东路四段的联合报 九楼电机房突然发生爆炸 12分钟后 中校西路的中央日报一楼营业处 也发生爆炸 当时在工商时报 担任工商记者的黄世耿 听到五间新闻报道 心头一惊 知道去放置炸弹的 就是他弟弟黄世宗 发生事情前 有哪个007的皮箱里面放了两个 汽油装的宝特瓶那一类的塑胶品 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叫宝特瓶 反正塑胶品两个装 而且有个时钟 我说我问他干嘛 他说这个会爆炸的 他有告诉我说 某某党都在骗老百姓 所以他做这个 然后我就不相信 我家人大概都很平和 都没有什么暴力倾向 我也不相信 以为说他会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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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 结果隔天 我刚好在朋友家的时候 怎么从电视中午的时候 怎么从电视上看到 聯合報 中央日報爆炸了 我再嚇了一跳知道是他做的 嚇了一跳之後回來 我就叫他趕快 趕快出去 再不出去抓起來這個殼尾槍壁的 對自己的親弟弟 我應該盡到哥哥照顧弟弟的責任 我覺得這不算是罪 我常立判徒十年 常立判徒十年 幾年對我的意義都不大 我覺得反正平靜地去接受這個事實 既然碰上了 我就平靜接受事實 這就是我媽媽的家 我小時候 我在民國四十三年 十月二日的時候就在這裡出事 出事後 我爸爸媽媽都在這裡 因為有一些殘 我都種殘殘大 一直生長到差不多十歲 這裡生長到台北 哇 結果都沒有人大 黃士耿出身嘉義縣鄉下的窮苦人家 父母生了六男一女 前面六兄弟 最小的是妹妹 黃士耿排行老五 黃士忠老六 兩人相差三歲 在家裡那裡也都窮鄉屁人 所以我們各個他們都往外發展 往外發展做行李 所以小時候等於就在鄉下長大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兄弟兄弟現在太多了 太多了 一個鄉下地方 一個家庭那麼大 真的服務大家生活上有困難 可能朋友 我們爸爸的朋友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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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然後他們比較了解 總之我們父母的父母 我還回到原來的家庭 黃士忠到我差不多三歲 差不多三歲 他也差不多十六歲 十七歲 才回來認清 十六七歲的時候回來認清 大概才開始到五年多 因為貧窮 每個兄弟未成年就開始學習獨立 大哥黃永成 大黃士忠十九歲 很早就到台北謀生 做廢塑買賣的生意 稍有經濟基礎後 幾個兄弟也陸續北上投靠 共同奮鬥 這是我三哥 三哥給我好十二歲 在小年時 我算公司 我差不多十二歲 就開始在這裡 做一些廢宿家 廢宿家後 我只能做成功 成功不錯 黃士忠十歲就離鄉 投靠大哥 小學畢業後 開始半工半讀 直到完成高中學業 在國校的時候 我要在破除的大同國校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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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哥哥 我們大哥來台北這裡 想說來這裡 依附他 比較方便 轉來 接下來 算轉學 轉到 台北的大理國校 就是大理街那邊 大理國校 讀書 畢業 畢業以後 我考上 仁愛初衷的一間部 那時候還初衷 我是初衷倒數第二屆 然後 在那 讀書中的 神職 我們還要再 進去檢查 書中 就要去人家的地點 做小弟 倒用一些雜物工作 所以那時候 等於是已經半工半土了 在讀書中的時候 我仁愛初衷 讀畢業以後 就是家庭環境也不允許 所以我就到台灣松下 就中和積稅那裡 有個台灣松下電器公司 進裡面當作業員 在做作業員的時候 我就順便去讀藍三的補校 藍三高工的補校 也是補校的同學 他在做那個指管 我們那時候指管很流行 用指管代替塑膠管 來捲那個布 那個指管 指管工廠 結果我就跟哥哥 跟大哥講說 看能不能投資個一二十萬 讓我去跟他一起和我做這個 指管的工廠 所以大哥就拿了十八萬 就民國六十年前後 在那個時候 來這裡 那裡之後 也去讀補校 孫讀了一個嘉蘭補校 拿到畢業證書 補校畢業以後 就拿到兵役單 就一定要去當兵了 所以我就退股了 等於是 四月就沒辦法再繼續做 就退股下來去當兵 福安三年兵役 黃世耿回到台北 做過一陣子廢料五斤中盤生意 因為喜愛文字工作 剛好工商時報徵人 他去應徵 錄取為工商記者 我在民國七十二年 就在那中國市 在那裡工商時報 我們在那裡 我在發行部 工商時報發行部 在做工商記者 那時候的工商記者 不但要為工商界 報導他們的行業 報導他們的特色 還可以藉這個機會拉廣告 到工商時報來登 一些廣告 有時候都還有兩成左右的回扣 回扣可以讓我們記者 拉到廣告的人 有一些回扣可以說 所以我那時候報導的還不錯 包括有時候前版的把它包下來 做一個像漢虛的專輯 然後某一個行業的專輯這樣子 他拉了一半版的廣告 然後半版做介紹 都要自己一個人來寫來做 連廣告設計都要自己來 其實我們那個不算是正式的記者 等於是廣告業務員 我看比較貼切一點 在工商時報服務時 黃世耿就住在報社附近 大理街租來的一間雅房 1983年3月 弟弟黃世忠突然從巴西回台灣 到這裡暫時同住 他回來跟我說 他說他這陣子時間 沒有在台灣 去到巴西的時候跳進 跳進去跟台商 跟台東聯盟那些都做回事 我事後想起來 他是專程回來做那一件爆炸案 他那一件爆炸案等於是在 72年的4月26號發生 他在72年的年初就回來 回來兩三個月 去回去蒜頭 去到處走 反正他走他的路 他忙他的 我也不去干涉 偶爾回到我身邊來 我們就住在一起 在我住的地方 大家住在一起 主要他跟我說 我們其實住台灣 整個都被封閉 在台灣你的所有的資訊都被封閉 都整個掌控 包括讓你們接受的一些爆炸 他分析一些事情 發痛 說解僱這個事情 美國人看的是怎麼樣 人家說台灣真的有夠不自由 像我們今天看中國大陸一樣 分析那種狀況發痛 我也覺得有道理 但是我沒有特別很強烈 很強烈去感覺 但是他感覺他說在那裡 他們在台獨立面的人 很自由自在的在看台灣 對台灣也真的有過關係 發生這種事情 事後也不會覺得很奇怪 既然有那種想法 不會覺得奇怪 但事前我真的想不到他敢做 這樣而已 我現在印象中就記得 因為那時候 零零雞手提箱在看那裡 人不多 所以零零雞手提箱 我知道那是硬殼子的一個手提箱 稍微扁平 那裡面就是放了兩瓶 兩瓶塑膠裝的那種氣油而已 他有稍微解釋給我聽 他說這種東西爆炸起來 有反正可以爆炸會爆炸就對了 然後也有個電線 牽著一個定時 定時的時鐘鬧鐘那種 那種小小的小小的鬧鐘 外面市面上都買得到 這個東西 市面上都很平常的東西 他就跟我說這種東西 你知道印象中 我總是這樣而已 因為我 開始的時候我不太重視 就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特別去問 一些我們心中的疑問 到發生的事情 我知道就是那麼一回事 原來他要去炸這個 而且他給我看的也只有一個 但是事後知道 他好像有放了三個 聯絡報 還有中央日報 還有監管局 知道的是怎樣 他指令從哪裡來不值得 但是他應該是接受指令 回來而且有經過訓練 要不然要做這種東西 你隨便的人有辦法做 包括你會用的定時 那我也知道說定時的 但是你要接得好 接得不會自己危險 這個也要有一點技巧 所以我知道說 他在外面有接受訓練過 爆炸案發生後 黃世耿基於手足之情 擔心弟弟遭到逮捕 便協助黃世宗逃離台灣 那時候出國不容易 那時候台灣的出國 就像現在大陸他們要出國的話 要經過多少程序 經過好多單位的核准 還要有原因 還要正當 然後你才能夠出國 來來回回都要辦 他們不知道 他那個公司是 當局我們四嫂的名字 我把辦這個 我就只說 小弟子要出國 給他掛一個經歷的名字給他 尤其那個 經過回家書什麼 都在辦 我自己親身去找家書 親身叫他們協助 就小弟子要出國 沒有辦法出國 給他盜盤看看 他才會說 我要花錢 所以一些該花的 什麼 就全部幫他打理好 趕快讓他出國 要不然是一條命 再嫌在手上 當年的六月二十三日 黃世宗以工商考察名義 順利出境 出境之前 黃世宗將 將台獨聯盟張燦厚 陳崇光 黃友仁 李天賜等人的電話 告訴哥哥 將電話號碼數字 各檢一或二 以畫名寫在記事本裡 以便日後聯絡 我才在辦出來的時候 才跟我說一些 台獨聯盟的組織 或是他們的記號 或是要怎麼聯絡 跟我說一些 叫我說有事的時候 可以和什麼人聯絡 在那裡 爆炸案剛發生時 調查局無法掌握 絲毫的破案線索 但五月一日 有一份署名 正義建國軍發布的 對426爆炸案的聲明 說爆炸案是他們按照計畫 完成的打擊蔣家的行動 因為中央日報 聯合報 經常捏造事實 欺瞞百姓 嫁罪無辜 助紂為虐 對付殘暴集團 必須以暴制暴 正義才能伸張 調查局根據這份文件 抽絲剝繭 才從便捷的 台獨聯盟盟員獲得情報 在1983年10月18日 逮捕黃世耿 這件事情我知道在 可能在10月 10月的時候 他們才撤還台獨聯盟 因為找不出一個 找不出一個線索來 後來就發動台獨聯盟 在美國的那個幹部 然後從那裡面偷這些 漏格信函來一些資料 所有有關黃世中海爆炸案的 所有資料 整個都拿回來給調查局 調查局 既然知道這個人之後 他的所有行動他都調得到 然後就找到我家人 找到蒜頭 找到我大哥他們 找到我這裡 整個一下子就查出來 查出來知道 以我為主 抓我進去 那天喔 我也是在大理街的租處 結果 一張 車票而已 車票而已 有外名的車票 就 請我 大家車開 就幫我載照 載鞋 而且我到 調查局之後 就不會 不是像 他們審問我 不是像一般的 說要用爬用龍的 沒有 沒有那種行求 但是 就是要幫你問話 一個一句話 幫你問幾個天 問 現在等於要睡覺 可能要把你叫醒 就是要吃飯 讓你整個 生活的生理 那個整個都亂掉這樣子 根據解密資料檔案 當年的八月三十日 有一位自稱參加 台獨聯盟的吳文業 向調查局自首 檢舉 正義建國軍 是台獨聯盟的組織 提供他 偷偷影印的爆炸聲明手稿 以及黃世忠 從台灣寄給李朝旺的 露閣信函 應該是說 張燦宏 這裡 給他們的指令 叫他叫他做 所以 他們都有在 蘇信聯絡 蘇信聯絡 包括在做這個 尾巴 我就知道說 他們都走到蘇信 嚇到皮膚問候 都會有露閣信函 露閣信函 它其實就 一個很平常的問候信裡面 但是我要是給你一個 5732 就是每 5732一個密碼 或是一個 你一個第一句的第五個字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第七個字的 第七個字之後的那一個字 三就第三個字 一直下來 你從這裡面 取5732這些字 然後第二端又是5732 第三端是5732 這下來你就知道 哇 只有九個字十個字 我們就 把一件事情說得很清楚 然後幾夜幾日 要幹什麼 然後 面對調查局提出的證據 黃世耿和盤拖出 黃世忠返台期間 與他相關的情節 然後跟我談條件 我說我的家人 你都不要去動到 該怎麼樣我配合你 他讓你知道所有的言由 怎麼樣我都讓你知道無所謂 反正黃世忠在我協助之下 讓他出去的 你不要去動到我的哥哥 連家人都不要去動到 連我媽媽都盡量不要 讓他知道有這回事 他也都不知道他們都平安 都知道都平安 我就跟他們完全配合 包括騙我弟弟回家 我說可以啊沒關係 反正你們騙的回家 後來是借我媽媽 在長庚住院 其實沒有 然後要我孫仔去那邊 要騙黃世忠說媽媽 因為他也要很孝順 所以要騙他回來 那時候我們有補一個 他在巴西 我那時候有一個電位吧 沒有騙成功 他騙到東京來而已 騙到東京他就沒有再回來 調查局逮捕黃世忠時 曾經搜出一本他的記事本 裡頭有一頁 畫著鬧鐘接電線的分解圖 特務懷疑黃世忠 是他指導黃世忠 製作爆裂物定時裝置 因為自己一個人 我會畫一些圖 譬如說我把鬧鐘 有把鬧鐘 怎麼接線過來 可以讓它定時 到哪個時間自己會接上 然後可以讓我的收音機 可以自己響 等於是早上的時候 自動用收音機的聲音叫醒我 我曾經有設計過這樣子 後來他們把這一張 說這一張就是你弟弟 拿來做爆炸案的資料 這個跟那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怎麼會去 我去教他做這些 我連怎麼去做那個 我都不知道 他怎麼做 他做一個炸彈的話 應該也會是專業的受訓 才敢去過來做這種 後來他們也可能去查證 因為我鬧鐘哪裡 我也告訴他們說 是我女朋友哥哥那裡送給我的 然後自己學電機做這個收音機 他們查證起來也是這樣子 調查局原本朝著 他實際參與爆炸案偵辦 但傳訊相關證人後 只能以藏匿叛徒的罪名起訴 本來他們是要認為說 我是共同做這件事的人 我不要跟我們弟弟結局說 你如果在那好過的 家裡在欠名錢 你怎麼不拿回來 就讓老母子比較好過 他好像說 有好處說 我這裡有回到百姓 我這裡寫了十萬塊 我回到你們給你們營 結果 這個事情 我好像把調查局 說過這個就有了 結果調查局 要將這個公返 怎麼要把他當作 我跟他合作的對價關係 後來他們查查 這個也是虛有的 結果那個那個人 一種孝心的表現 孝心的表現 他把它當作是一種合作 我跟他合作 兄弟兩個合作 要做這種 這塊事情的一種對價關係 這個一點都不合理 因為以叛亂條例來講 你常立叛徒 這四個字 就足以判你十年以上 假如是共同策劃的話 可能是到死刑都有可能 至少無期徒刑到死刑 因為要是共同策劃 一定要有所證據 這些他拿來當證據的 太薄弱了 1983年12月12日 當局宣布偵破此案 說明是台獨聯盟主席 張燦鴻策劃 由美國本部副主席 陳南天指揮 而居住巴西的李朝旺 執行接應 而放置炸彈的黃氏 日中已經逃離台灣 黃氏耿偵訊後 移送景美軍法處看守所 是我在安康的時候 印象中有兩個多月 三個月這樣子 然後好像我弟弟那邊 沒辦法回來之後 他就把我送到景美看守所這裡來 景美看守所這裡來之後 等於訊問完身分就關到廁房裡面了 剩一包我那時候就日白這間了 日白這間就對了 都有保護棚 因為我那個不知道 判亂的判 判什麼判 有可能是吸引 有可能是重行玩 所以就把他送進去保護棚 我知道說外面這裡都差不多重現了 剛才那天可能三、四個而已 結果我們買了 住到買了 可能在這個審查中間 要住到六、七的人 六、七的人 大家睡覺 睡覺都這麼低的 這裡還睡兩個 那裡睡四、五個 這裡還睡兩個 所以像在一個下班裡面 吃飯 從圍下去買的 洗碗、洗鍵、洗鍵、枯杯 都在這裡 還有上廁所 就是靠這裡 生活的所有作曲 都要依賴這些水源 一切就六、七個人就在這設房 上面我知道要有攝影機 攝影機像在那個圍 那圍我給你放一個攝影機 但是不很明顯 我們怎麼用喇叭形式 我們知道 這裡這裡不是只有攝影機 那時候走私案 或是槍支案 整個都從這裡來 經過軍事審判 這些都從這裡來 這間我知道 只有一個攝影機 生活很枯燥的 一天24小時生活裡面 我們白天六點起床 然後中午有午睡 午睡時間差不多一、兩個小時 然後再來就是到晚上吃晚餐 到晚上九點 這時間 你要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有些是要講話 有些要看齊 有些要講話還是 還沒聊天 就在床上有設法 拿個更硬的更重的東西 就要磕一個痕跡 用鞋 可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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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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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雜魚 這樣說 理事客館在那裡 後來看到 黃信介先生 他可能 大家對他比較優惠 讓他可以在我們走道 不是放風的時間 還可以走道 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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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裡走 算是從那裡走 從那裡走 從這裡都看得到 從小窗口都看得到 1984年1月25日 黃世耿被判刑10年 他申請復判 沒聘律師打官司 親自寫答辯狀 在我的判決書裡面 把我當作判決依據的 那時候我有告訴他們說 我弟弟曾經回來 他說他要回來做一些 做一件事 這個事情 在台語來講是一件事情 要做一件事情而已 結果他們的事情 把它翻成國語的話 變成大事 所以判決書裡面就是說 我說我弟弟要回來 做一件大事 所以就依據這一句話 也是當作我判決的依據 這個我覺得那時候答辯 也曾經答辯過 結果好像都沒用 他們再用這樣寫 當初因為查一查 等於完全沒有這些事情 他們把它拿來當作判決 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說 你們既然是以常立判徒來判我 這些應該也都沒有多大影響 我不去在意 1984年5月4日 國防部駁回覆判申請 判刑確定 等待判決之後 還有冠軍 一塊塊塊 還要我來判決 外衣區 那邊 外衣 以外因為 可能我家裡小伙 他們覺得漂亮 跟他安排的時候 加上這檔具檢查 檔檢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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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的地方 就是由這裡面我們有一些軍官 軍官他們可以允許到外面去收衣服 有車子出去 像山軍總部 或是山軍俱樂部那個去收衣服回來 然後送進來之後 我這邊要登記檢查 登記檢查 看有沒有破損之類的 然後再把他送到洗衣房裡面去洗 洗好了 我這邊還是要 就是用把每一個每一個 歸到哪一個單位要拿給誰 把他登記檢查就負責繼續工作 我們這裡有四五位 四五位 然後其他我們還有組長在那邊 在這一個房間裡面管理 我們需要什麼東西由他那裡支援 或是把資料送到他那裡 登檢做完了 其他時間就很自由自在 在這個廣場可以來來回回 而且有圖書館 我們想借什麼書的話 直接去圖書館裡面借就可以 印象比較輕的 有魏廷曹先生 魏廷曹先生 他在這裡好像算老員工 我們外面這些老員工 所以他來 我們時間比較多的時候 有時候教我英語 教我基礎了怎麼英語怎麼開始 其實英文從那個時候就開始有接觸 也到現在幾乎圓文的書我都看得懂 1985年年中 黃世耿被押結到綠島綠洲山莊 在精美看守所 我們那天不算 冠洪都沒有跟我們統領請 叫我們擔保 我們是義感的而已 那出來之後 在以前那裡就算要出門 以前跟我們五花大榜 用的搜尋 人家都勾著會這樣 知道是那個 支揮這些人 我們做會來 那出來之後 我們買了一個直升機 一個直升機在這裡 就來到歷道這 我那時候印象中 好像有蒙員 不然因為我 很想要出門那時候 如果坐直升機 應該要看野角 的景色都看得到 但是一直都沒有這個印象 來後就是去隔壁 隔壁這個 算我們的政治圓的工具 這邊是關粉堆 這裡停飛機 因為這邊才有空間 讓我停飛機而已 後面這裡就是中央台 中央台這裡算有 構定 我們來的時候 已經比較不記得了 只有一些島 他們衛兵 算現兵 現兵在坐 在坐 大家看守 我們這裡的資料 他們在那裡看 然後像我們現在要檢查 檢查都在這裡 在這裡門關起來 在這裡就檢查 現兵 我們這時候都 平常是一個在這裡 在過我們這兩個下棚 我來的時候 月期已經 從一區到四區 都算我們一人一間這樣 這個下棚 通常不至五十個 不至五十個判斷在這裡 我以前就住這間 那時候就在這裡 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寫字 然後睡就睡在這裡 桌子 那個紙的桌子 也不必撤掉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一間 四五十位 濫油 一人一間 分配 很冷的 很多房間都有人住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憲兵沒有在這裡 在感情 我就 他在看我們的生活 有正常 沒有這樣 憲兵我現在 順來順來順來 都在這裡 我們的生活 在那時候 遵守 像六點開 六點都開 都開開 之後 就都不慣了 吃飯時間 吃飯吃飯 白天 我們自己的活動 要看齊 去看齊 要靜產 要靜產 那靜產 沒有限定 你做什麼工作 沒有 勞弱軍黨 都沒有 但是大家 自在在這個範圍裡面 想說 這個門都不適合 到晚上 九點半 才跟我們門 才收起來 要時間 都讓我們自由活動 黃世耿 關押在綠洲山莊時 正是台灣民主運動 開始蓬勃的時期 尤其1987年 解除戒嚴之前 綠洲山莊的政治犯 已經不多 管理也不像 1970年代 那麼嚴峻 政治課 通常我們是差不多 一個禮拜 用拜祀的 極光日的時候 才會叫我們集合幾個 大家都去上政治課 政治課 其實 教官來在洗腦 都有一些 後來教授 當然有 沸風的人 來教我們 就像洗腦 有一些 一些延遲 或是政治的論述 但是其實 這個政治犯 我們大家都有各自的理念 各自的思想 像王姓蘭就請 教官 質問 質問跟教官 沒話可說 譬如說 質疑國民黨 質疑政府的政策 質疑他們一些做法 一些教官都這樣質疑到 有時候他們 很不敢來上課 甚至於 漸漸的我們的 舉光日 這位集體來上課的機會 就越來越少了 這等於是反效果 因為它 教育我們 結果反而被我們 教育的那種感覺 對 以前 這裡 這裡都 這裡的 都土 煮可能空起來了 不然我 寒冷性 人 都在這裡 種菜 還記得 日常比較容易 我們就來這裡種 那時候 我印象比較清楚 種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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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 大家在這裡 自己煮麵 煮菜 煮菜 王姓蘭 在我的印象中 我和他相處 他是很明智 很明智 很理性的人 然後 包括一些 人生道理 或是 都在裡面 都在教 因為我年紀比 減 減要幾幾年 我減要不去 他 很多 從學識方面 他教過很多 包括醫學 他教 中醫 我沒有了解 甚至於 刺針 經絡 這些都他教 比較多 我雖然自己看 但是沒有了解 跟我的老師一樣 所以 後期 我們和他相處的時間 比較久 和他在互動的時間 比較多 和其他的 濫油 互動 應該比起來 都 差不多 和他的時間 比較多 有了 如果有指定 你什麼工作 像我 要過日後 讀書室 我就要扶 這個人 開放大家 去 去 讀書的時間 自己可以 記憶的時間 我就要在那裡 自己可以看 我知道 有一部 書庫全書 算 剛才一部 它是 Copy過來 但是一部 Copy的書庫全書 上面都 古書 細本細本 細本 細本細本 好像幾萬本 好像四部 前書 我感覺到幾萬本 還有其他人會找 所以圖書 已經規模算大 幾乎占滿 好像你 有那路 你走 剛才看找 人家找找 而已 人家只有一座 在頭上 這個 那時候的圖書室 很豐富 內容很豐富 隔壁就是 貝殼畫 畫師 或是畫圖 寫書法 都在那裡 白雅山那時候 是在二樓 二樓 他這棟 隔壁就是 我們在活動 看找圖書室 跟 貝殼畫的工作室 白雅山自己 在那裡 記憶一間 跟關於 關於那裡 關於那裡 比較多 因為他很困難 狀況很多 我知道 他根本沒有 我們大家都可以 自由自在 他沒有 他平常 把水手 撈得很重 叫他 撈水手 撈得很重 撈得很重 1987年 政府有意 解除戒嚴 立法院 開始研議 新立國安法 介意維持 政局的安定 民進黨 出來抗爭 消息傳到綠島 王信南 在獄中 發起絕食 來響應 我們十多月 發起絕食 一個禮拜 當然 到第三、四天之後 差不多一半的人 撈不住 就沒有絕食 但是我們還是有 六、七個 絕食到底 絕食到 絕食到 第七天 到第七天之後 才慢慢慢慢恢復 先吃牛子 才慢慢恢復 才慢慢恢復 1987年 7月15日 政府宣布解除戒嚴 從這一天起 因戒嚴而關押政治犯的 綠洲山莊 不再擁有合法地位 所有政治犯 被移送到綠島的司法監獄 當年後 當年 Maine 東方到了 transformer 莉業山莊 坐幾台車 從�投監獄 這份司法監獄 還要繼續服刑 konst 當時 威助 Promی 與外百分佩 社會 遠足 在님 發生這種人對我們沒有特別的 什麼嚴格要求 還沒跟我們收生什麼 這些都沒有 這次上一來就跟我們分配下榜 按燈我們的生活這樣而已 它這裡有三樓 三樓要中間一個左道 三樓 三樓的第二樓 整個很長很長的三樓 第一樓是一般的形式 一般的形式案 第二樓整個就給我們正式案 第三樓又是形式 形式案 跟形式案完全沒有往來 怎麼沒辦法看到他們的情形 來這裡我怎麼一個人一間 這邊的生活就不像那邊那麼自在了 大部分是在社房裡面 有開出來放風 白天比較沒那麼嚴格 我記得還可以到 比如說像王姓蘭的房間去那邊聊聊天的 我也很嚴格去要求說 我一定要關在皇室裡面 因為戒嚴 所有的政治犯被減輕一半刑期 1988年1月13日 蔣經國去世又減刑三分之一 皇室耿因浮刑期 先從十年減為五年 再減為三年四個月 4月22日減刑生效時 他已經坐牢四年六個月又四天 便重獲自由 重回社會的皇室耿 先以計程車為生 幾個月後 他去首都早報應徵 我看到報紙應徵 就是看到徵求記者 我本身對文字也滿有興趣的 所以我就去考 考了以後 他限制的是 好像是20歲以上到35歲吧 那時候其實我已經35歲了 面試口試我都有參與 後來他通知我 可能是年紀有點大吧 但是我後來就讓康寧翔 康寧翔那個立委 他那時候是立委 知道之後他是創辦人 讓他知道說因為我是政治犯 看能不能這份工作能夠找到 後來他馬上答應了 馬上答應我就在首都找報 從頭開始看到我 我本來是跑內政部 那時候徐水德當內政部長 我們還到東沙群島 後來還接著台北縣政府 那時候尤清當縣長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印象比較深的是 郭貝鴻 郭貝鴻他是黑名單的人物 黑名單人物結果他 不知道透過什麼管道回到台灣來了 回到台灣來之後 整個調查局這些都要抓他 結果他還是利用那個機會 再一次大型的造勢場合 他預告說郭貝鴻要出現 結果郭貝鴻真的蒙面出現 他蒙面出現 而且講話他們不敢去抓他 等到他下台要抓他的時候 竟然底下的人 整個都戴起面具來 連郭貝鴻戴起面具 他沒辦法去抓人 結果又被逃掉了 這一次其實滿有意思的 黃世耿在首都早報時 王信南還關在綠島的崇德監獄 王信南的父親去世 申請返家奔喪被拒而絕食 黃世耿曾陪同王信南的妻子 到綠島近做抗議 也寫了多篇報導聲援 王信南其實因為大家都濫油 通了政治犯的濫油 我們大家都放出來了 結果他還 國家還特別只有關他一兩個人而已 整個國家政治犯都已經釋放光了 還關他一兩個人 那沒意思 後來我還曾經帶王信南的太太 去歷島監獄裡面進 外面靜坐 要國家釋放王信南 進那邊獲雞 去抗議 去靜坐 1990年1月 黃世耿在報館 突然接到他弟弟黃世忠 遭到狙擊 命喪異國的消息 第一個知道這個消息是當天 我們報社有接到外電 外電就有報導說 聯合報爆炸案的祖母黃世忠 在巴西巴拉圭在那邊被暗殺 然後這個消息我們的總編輯就 我們在寫稿的時候 總編輯叫我過去 告訴我 我這樣知道的 知道了之後 隔天我就請假 然後辦理出國這些所需 要去阿根廷 南美這些國家要有良民證 良民證 因為我曾經做過正式勞 他們就不出給良民證 警察機關不出良民證 你就沒辦法去那些國家 拿不到簽證 後來我就到日本去 到日本找許世凱 跟那個老一輩 那個台獨聯盟 他們都幫他 我麻煩你幫他處理我們兄弟的事 結果他們有做 那時他才知道 黃世忠逃離台灣後 現在阿根廷住了一段時期 再前往巴拉圭定居 1986年 與當地華僑女子結婚 婚後生了兩名兒女 黃世忠遭人狙擊死亡 據說當地政府 並沒抓到兇手 究竟和爆炸案相不相關 一直沉迷 1990年8月27日 首都早報 因資金不足 無法營運而停刊 首都早報 當初靠著解除報徑 以為說可以好好發揮 所以也像正常經營一樣 拉廣告或是寫評論 各方面都滿尖銳的 那時候有一個自立晚報 其實是最尖銳的一份報紙 首都早報想走這一條路子 後來因為一經營下來才知道 那個開銷 記者的開銷 還有一大堆發行機械什麼都要 那個開銷真的大 所以一定要有來源 辦報紙最大的來源其實就是廣告 再來是賣報紙 那個是很難 賣報紙你要賣了幾年之後 有辦法行銷量多少才有辦法賺錢 所以大部分收入靠廣告費 結果據我們所知 就是凡是來首都早報 支持首都早報看廣告的那些商家 往往都會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 比如說查賬或是刁難 或是你要經過什麼國家海關之類 他們就是有這個方式 讓你覺得很困難 偶偶就會有人透露給他說 你不要跟什麼早報太走得太近 或是不要太支持這樣子 我活成要去當行政院長 那個李登輝總統要他當行政院長 結果因為他是軍頭 全民反對 首都早報 也因為經營 經營起來 廣告不好拉 大部分是虧錢 剛好那個機會就乾脆在頭版 寫一個大大的幹字 然後隔天我們首都早報就收掉 不是被 是我們主動 那一天故意就拿有報紙 一整版下來就是一個 罵人的一個幹字 然後我們隔天就不發行報紙 我們是當天看出來之後 隔天我們就不發行 記者也不用採訪 黃世耿只好轉換跑道 他先應聘到一家賣飲水機的公司 擔任經理 後來從事貿易工作 經常進出中國 泰國 因為疑念之間 挺而走險 誤處法網 這次黃世耿被判了無期徒刑 他有了反省 洗心革面 在獄中發奮讀書 完成空中大學的學業 2007年8月 因為表現良好 獲得假釋出獄 這十三年半 做了十三年半的老 無期徒刑 因為可以假釋 可以假釋 我在裡面表現還不錯 而且我在裡面還拿了一個 空中大學的畢業證書 拿到一個學位 因為剛好是台灣的監獄 監獄剛好那時候 辦理空中大學到裡面教學 我們可以從電視上教學 還可以外面請大學教授 進去裡面面售 第二次剛進去是在高雄 後來讀空中大學 我們整個就集中到嘉義 結果在那裡拿到畢業證書 也在那裡假釋處理 出來之後 二哥的女兒在台中那裡開一家 就像現在我的甕鋼機的餐廳 我二嫂就叫我說 也不要再去找工作 就在這裡幫忙就好了 結果那間店本來是很小的 都圍籬巴 小小間差不多十來桌的 一間小餐廳 經營的有點困難 那時候我進去之後 剛好突然來報導 我在那裡因為以我自己本身 帶人接物的方式去接待那些客人 很多客人變成我的好朋友 結果連一些外國人 因為我本身會講英文 一些外國人都喜歡來到那裡聚餐 變成一個很容易交朋友的一個地方 客人延延不絕 越開越大 結果兩三年後 只好把那個小店沒辦法再容納 就去對面找邊比較大的 我爸朋友的時候以為得 在當初就因為這樣子 把店弄好了 也興起那個鏈頭 看能不能也自己開一家吧 六十歲那年 他得到朋友的支持 到高雄人舞 創辦了飛天瓮鋼機 在2012年的時候 那時候很流行的飛天小丑魚 他就是用氣球做成 氣球跟塑膠 塑膠做成魚的形狀 然後灌了氫氣 讓這個魚可以漂浮在空中 小孩子然後整個社會 一講到飛天小丑魚 他就知道怎麼一回事 我剛好要開 想到要命名 我們就幾個人在那邊研究一下 用什麼來命名比較好 讓人家能夠印象深刻 想到這個 結果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也來用個氣球 也讓它飛到空中去 放得高一點 讓遠遠的都看得到 然後我剛剛後面有一塊空地 從空地裡面用個東西綁住 結果就讓它飛上去 結果就用這樣 命名 人家飛天小丑魚 我們叫飛天雞 就用飛天雞 他也覺得還滿滿興起的 結果就公司名稱 就飛天雞 有限公司 那個雞就機械的雞 然後店名 我們就用飛天翁鋼機 讓人家印象深刻 同樣的地步 黄世耕用心經營 為了維持餐點的品質 每天親自督導廚房 激勵員工 他也加入童濟會 獅子會 參與社團公益活動 廣增人脈 每當賓客光臨 他總親自招呼 給予憂惠招待 因此生意日益興隆 歷經現實在的 他以後垂斂、沉穩低調、雅浩藝文的黃士梗 寫的一首好字 他利用閒暇寫字 借以沉澱心靈 他擅長以朋友的名字、行業 寫藏頭對聯 成為最風雅、最受歡迎的鄭里 也在朋友間傳為美談 我主要有一點動力 不要說因為老了 就把自己 哎呀 我弄面啦 我享受得好、退休得好 我60歲才起步 所以不會想說 退休兩個字離得很遠 我想的是就是剛剛說的 隨順自然 該做的事 今天有某個人需要你幫忙 結果該出手出手 有能力的話 沒有能力的話當然就沒辦法 有些事情可以做 生意可以做 那就去做 就這樣 這就是未來的 幾年 誰都不知道哪一年 而且六七十 你還能夠想說一些 畫那些餅都沒有 年輕時為了台獨的弟弟坐牢 在牢中才從難游體認到政治 對社會、對人權的影響 打滾過人生的風浪 六十歲以後才開始走自己的路 黃世耿關切台灣面臨的現實 假如說我們年輕人能夠 繼續過去一些前輩的教訓 然後也要謹慎的面對 我們這個自由多難得 而且看到現在 在香港那個送中 他們十一二歲 十二三歲的小孩子 就為了他們未來 敢去衝 敢去跟政府對抗 他們那種勇氣是知道說 假如他們把這個 全力放給中共以後 他們自己的自由怎麼辦 未來自由等於完全 就在他們眼前消失 但是在台灣我們這個年輕的一輩 他們根本沒有這種 這麼深的感觸 我們站出來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前面也是這樣子 你們看現在台灣的自由是多珍貴 在全世界幾乎找不到了 但是在這種自由中 你們根本沒感覺 你們要去看到前面的歷史才知道 原來這麼不容易得到 就這一次也做這紀錄片 也告訴這些年輕人 能夠從我們身上去繼續教訓 去珍惜眼前所有的這種自由 是金燈 是金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